是因为他选择了你 让他进入娱乐圈吗 不只是他觉得选我 我就觉得他有智慧 觉得你想算 好 我也说 我发现这一瞬间 大家都没智慧了 脑洞打开了 其实在刚才的选择过程当中 男朋友还有另外一个词语 叫前任 刘家勇 那新月啊 我觉得你不仅你是智慧 你是真正的才貌双全 你选择了我 真的 因为我真的 我其实很少这么夸人啊 我觉得其实你 整个第一环节 其实作为一个92年的 一个学生来说 你无论履历都是短暂的 但恰恰在这种高压下 大家不提的调侃中 你一个淡定自若的 始终一种微笑的状态 包括这种气场 我觉得是完全OK的 而且你最智慧的是 选择我作为你的丈夫 但是我要送你一句话啊 就所有男老板的甜言蜜语 都有可能是糖衣炮弹 一定要记住 尹峰姐姐那句名言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好的谢谢 来 祝宏 我对刚才那三个老板吧 其中两位比较的失望 有点渐渐的 你说进去哪里说 是 就对面的两位啊 我就觉得你们要那么 那么那么开心嘛 然后那种开心里面 尤其刘嘉勇 那真的有点渐渐的 你知道吗 送你三个字 诺宏很少在这个场合 说出这么犀利的言语 是吧 你真的怒了 发自内心的 不是 其实渐渐的是一种可爱的意思 我特别理解这种 最后的包脸 那个啊 就是 一种 说完 就别萌萌大飞 说渐渐的 说完了吗 初鸿说完了吗 那个 然后我是想说那个 星月 星月我觉得她是 是简单 但是呢 她其实有小聪明在里面 她知道选的这三个人 就像刚才申磊说的 是服务于她的 那如果用不好的词呢 就是 她懂得利用她自己的美貌 去要她想要的东西 好 第二轮选择了什么 准备了PPT 来 解决一下你的PPT 好的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 我的基本的学习能力 大学期间 我获得了很多的学习 学习奖学金 包括国家奖学金 也考取了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个人能力吧 下一页 谢谢 这个是我在大学期间呢 参加了一些很多的这个 创新创业的这样大赛 包括我在大学也参加了 结构设计大赛 都获得了一些名次 下一页 谢谢 这个是我参加的 校内外的一些比赛 比方说这个礼仪大赛 或者是啤酒宝贝评选 包括学校里面的演讲比赛 包括这个体育方面的 下一页 谢谢 因为我是应届生 所以我没有真正的 去步入到社会 去做一项工作 但是我在寒暑假呢 我会去做啤酒的销售 或者是卖些服装啊 鞋 包括做一些礼仪活动 同时我也在一个 寒假 去到云南山区去支教 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下一页 谢谢 这个是我在学校呢 组织策划的一些活动 因为我在大学期间 从办公室干事 到文艺部部长 到一支道团总支副书记 这期间的一支组织 承办了很多的活动 好 谢谢 下一页 这个是我的一个才艺吧 我平时比较喜欢唱歌跳舞 弹鼓针 包括我对才艺比较感兴趣 包括我在学校 也会做一些主持 这些都要感谢 这个学校给我提供的 一些平台和机会 让我得到锻炼 那你待会儿唱一首 你需要你刚才的三位朋友 来帮助一下你们 我觉得唱歌的话 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互动 如果是跳舞的话可能 跳舞也可以 那就跳舞吧 跳舞你到底是选上司 还是选男朋友 还是选丈夫呢 可以三个一起来 可以是吗 你去邀请吧 可以邀请 你们以为做男朋友 做老公这么好做的 我选择你当我的校子的 谢谢 谢谢 我邀请我的前任 我邀请我的前任 一起走场舞台 请伸出您的左手 对 你们俩 你们俩 来来来 马瑞 来 马瑞 好好好 对 然后你要男士 对 伸出左手 然后拖着女士的右手 对 然后音乐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通过手机在家就可以创业 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了 很多的网民利用业余时间 做了三个月就月收入过万了 甚至更多 一部手机在家创业 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 大家听到这里 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纸和笔记 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3082995330 QQ3082995330 谢谢 不过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觉得很简单 但对他们来 他们三个来说太难了 不难 真的不难 你先怕得我们三个 谁能培训出来 要都有难度我们就回去 别被影响你发贿 不不不 不用了 不用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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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潘晋月 你这是培训完了吗 就继续培训还是 我觉得其实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是有准备说要唱歌 但是临时现场呢 教其他的几位老板跳舞 但是这个现场的授课这个环节呢 我确实也没有表现好 刚才其实面对跳舞这个考题 当你觉得没有把握去 把这个三个老板培训好的话 其实你可以坚持我要唱歌 因为你一定要在电视节目之前 因为这是求职现场 记住 在求职上要把你的优点 跟最强大的优势展现出来 潘老师我现在退学了 不不不 不 先生 先生 你知道吗 只有丈夫真正的在帮你 刚才我 刚才我在说 刚才我在说 看到吗 上时也是短暂的 前任更是过去时 只有我坚定的在这里支持你 就是其实你要把培训这个事 说个 说个尾 我刚才就问你 我说我们三个人 你这边还要 好 来 雷佳勇 展示一下你的培训成果 不是 其实我来说 来 掌声欢迎 我们看看大家培训成果 到底怎么样 手可以 不用加 先来 脚就可以了 一 二 恰 恰 恰 二 二 恰 恰 恰 对 对 就是这样 二 恰 恰 恰 初步来学的话 已经可以了 刚开始学的话可以了 你可以走了吗 就证明我比较潜力 我可以下去了吗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大家都在说 心愿培训教导的不够 其实我要替他说句话 他是真没想到 这三个老板的底子 这么差 这么 所以呢 其实我也一开始想说 刚才在选择教舞蹈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避开 这教我们三个女生 一定会比这个效果更好 所以他是给自己埋了个坑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考题 第一个 你没有展示你的唱歌的优势 没看到 第二个 你没有学会应变能力 其实你应该想到 我们三个应该是非常难去教的 但是 刚才我觉得这场的 我们上三个上去 其实很失败的 诶 我不觉得失败啊 因为大家一定要理解 他做的不是老师培训工作 我是站在活动执行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这是一场活动的话 活动有没有做完 结果有没有出来导向 如果是培训出来 最后这个结果 是我和他共同来跳完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OK的 但是活动执行 他只告诉他 就是告诉别人 就按照我这样做 然后中间没有任何动作的分解 你觉得活动执行可以做得好吗 为什么刚才说失败 因为我们两个人提前走了 最后只留下你一个人 如果我们三个 属于三个 都是这个活动的主要构成体的话 中间两个人走了 你觉得这场只留一个人 他可以结束完成吗 长得漂亮没有错 但是当你的漂亮 可以服务于你的智慧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悠久的 还有就是包括 刚才那个PPT里面 其实整个PPT里面 就是在平铺之序嘛 看起来是百花齐放 每个方面都很不错 但是我没有看到 一个核心的技能 其实你刚上场的时候 可能我能给到你90分 现在我只能给到70分了 好吧 潘兴越上来之后 确实是楚楚动人 很有礼貌 在气质上也不错 但唯独缺乏的真的是智慧 就像刚才老板所说的 什么缺什么 你才觉得你需要什么 确实是这样 其实你没有必要回避 你外贸上的优势 这确实是一种优势 楚楚动人就来楚楚街吧 好吧 那我们这样吧 我再问几个问题 我们第二轮开始选 好吧 你今天有异乡企业吗 有 有这个优胜教育 咖啡之意 或者是这个福能集团 最低薪酬物不低于多少 4000 4000 有低于的限制吗 没有具体的 最好北京或者是天津 或者是大连都可以 因为我家是大连的 其他的地方考虑吗 不考虑 来 第二轮选择 去货雷 还有八个人 谢谢 还有八盏灯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他们推进的十位 我可以给你我们 加盟连所事业部的 管理培训生 这么一个职务 然后输出方向是大连 咖啡之意给你的职位 是管理培训生 在市场部时期 会把你放在熊样 只字花开这样 面对大学生的一个 品牌事业部 转动 谢谢 新月 那个58同城 58到家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活动执行方向的管连生 我们乐朗葡萄酒呢 给你我们的拓展专员 有两个岗位适合你 就是活动执行跟市场拓展 金星 谢谢 我觉得新月虽然他自己不太承认 但是他自己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美貌的 包括他也会很善于去利用自己的外表 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目的性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性格特点呢 其实特别适合做BD 那新阳美容呢 是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这个办事处 去跟当地的这个整形医院 还有美容院去合作 所以我觉得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我们在大连的这个业务拓展专员 专门去跟大连地区的这个美容院 和整形医院去合作 好 谢谢 王良 罗莱家反的Lovol品牌 是电子商务的家反的第一品牌 我们给你留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呢 是管理培训生 未来朝电子商务方向发展 步骤地点呢 虽然是上海 虽然可能不是你的第一选择范围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 一个人想要真正的成长 是离开家庭的那个时刻才开始 好的 谢谢 刘佳勇 我认为你就应该发挥你的长处 你的外表 你的形象 包括你所有的这些积累 我给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活动策划 你就从活动执行做起 下一步发展到商务拓展 再下一步很有可能是高管助理 例如是我的助理 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职业路径 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然后我愿意给你 我们PVGO项目的活动执行开始 我们今天有白场小言行 通过这种活动执行 你可以深入了解活动 到底是什么叫执行到位 作为你的心仪虚拟丈夫 我希望和你牵手成功 谢谢 谢谢 其实你明明知道 你有几分姿势 其实你不用刻意地去回避它 因为你未必要刻意地去用它 它就自然而然成为一道风景 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 刻意地回避 到反而凸显了你是在意的 在接下来的霸展灯当中 选择两盏留下来 其他都灭掉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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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有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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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点都不意外的小哥 有请陈昊佳勇 摊钱不算感情 来 请揭手 来 五千佳 四千五百佳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有关于薪酬待遇发展方向 嗯 陈总 这个我这边在大连工作 可以在大连工作是吧 然后那个 你可以选择留在北京天津大连 这三个地方我们都有 我们 我们在那里都有直营分公司 嗯 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刘总 我这边就是刚才您给 就是给 给的一个这个路线 我用多长时间是 大家能达到这个效果的 五年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啊 这个问题 它竟然不是说我自己 通过多长时间努力 能够达到这个 就是在算命啊 不是 它的问题是 你多长时间能把我交出来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我不是这一个就是 它的特点一直就属于 其实你没发现 这是代表一类选手 自己想不明白 他需要别人点拨一下 才能想不明白 你们也真是太闲了 那有人想要别人交 有人愿意交 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吗 对吧 他愿意交啊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来 接下来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位 来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优胜教育 福能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福能集团 去吧 给了我一个指明了 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因为我的缺点就是 我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 他既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向 我就按着这个路子走 至于能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完全是看我个人 如何能够学习 能不能发展得很好 好 好